大家好,我是Sophia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呢我要做 用这个大萝卜 和这个牛筋 这个是牛筋 还有这个牛井 把它们一起呢 烧来吃 据民间传说嘛 是东吃萝卜下吃姜 总之不知道是真是假 只是觉得酱烧起来也挺好吃 因为牛肉配萝卜是绝配 而且呢最近呢 这个物价上涨的特别厉害 像这个牛筋我记得以前 买的时候也就是两块多钱一磅 现在呢是要9块9毛9一磅 这个牛筋以前也是3块9毛9一磅 我记得现在呢是9块9毛9一磅 这是其中的四分之一 我买了一个很大一条的 那么大一条呢38块8毛8 这是切的四分之一来用 因为两个人吃嘛 用不了那么多 一次烧太多 吃不完也不好的 隔夜菜总是吃对身体不太好 那么我下面呢就做给大家看 在锅里头放上水 放上冷水 我现在呢要把呢这个牛筋和这个牛筋 要先拿这个水先煮一下 让它出掉这个里边的这个脏水 放个八角 然后放几块姜进去 等它煮开 再盖上锅盖煮 肉煮上了 现在我来处理一下这个大萝卜 这个萝卜呢要先把它的皮给削去 皮削好 我现在把它切一下 头切掉 现在我再来切一些姜和蒜 还有葱 这些东西都是必不可少 为了领到这个牛筋和牛筋呢烧出来的味道呢 美味呢 一定要做这一步 这一步呢就是把这个牛筋和牛筋里边的这个脏东西和这个血水给除去 水一开了就可以把它们拿出来了 现在我就把它拿去切一下 这是刚刚煮好的这个牛筋和这个牛筋 这是刚刚煮好的这个牛筋和这个牛筋 现在把它切一下 然后再去红烧切成块 切好了 切好了的牛筋和牛筋 切好了的牛筋和牛筋 锅加热后 现在倒入两勺的干篮油 现在倒入两勺的干篮油 然后放入这个姜和这个蒜 葱呢就放这个葱头这边 就是葱的绿色的那边就留着 最后再放 然后把它们爆香 把这个牛筋和牛筋和牛筋呢就放进去 现在再放入一勺的这个苹果醋 这个醋呢 这个醋呢也会领到这个肉呢容易烂 再放入两勺的这个老醋 我还会放这个一勺的这个沙茶酱 沙茶酱呢就很好 味道很好 沙茶酱呢吃火锅的味道也很好 所以放一勺沙茶酱 然后给它们翻炒一下 现在加入这个两杯的清水 让它们煮慢它 中间呢如果是看到它干了呢 还得继续加水 现在先放两杯的水 然后盖上锅盖让它煮 煮到它软烂 现在打开锅盖看一下 哦水已经干了 放点下 觉得差不多 可以放这个 放萝卜进去 你刚好两杯水煮的这样煮 放萝卜进去也还要煮一会儿 这个萝卜才能烂 给它翻炒一下 再加入两杯的水 再加入两杯的水 盖上锅盖 等它放中火 再给它煮一会儿 焖了大概一个小时左右 打开来看看怎么样 哇哦很香 感觉到应该是熟了 放一些海盐调一下味 再放一点生抽 再放一点生抽 放进去 牛井牛筋 焖白萝卜 就做好了 现在把它装入盘中 配上白饭和青菜 就可以开吃了 先尝尝一块 牛井 哇 非常的软烂 而且呢很香的 这个牛肉味道 再试一块 这个白萝卜 哇 这个白萝卜比这个肉还好吃 的